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日本读完书八九年底就到美国去谋生 我在美国的经历就是一看大家在美国的创业 中国人 尤其福建人在美国都是眉头骨干 从早摸黑 简直就是爱拼会赢的精神 那我一直到美国的时候 我自己就是打工一百零五天 也是洗碗出身的 很辛苦 最后自己做地去买一家餐馆做 一百零五天就自己当老板了 所以说一百零五天 然后这家餐馆经历下来 做得很成功 虽然是英文不懂 是坚厂 福建人就是坚厂 坚持爱拼 是这种精神 我们做的这个餐馆简直就是为了自己摸索 在国外的谋生所做的生意 最后我已经成功完之后连续开到两年时间 有发展的六七家 开成连锁的了 在这个六七家连锁做完之后 很多的那时候的福建人 尤其中国福建人 爱到出国 爱到国外去谋生 到了美国的非常多 那我的餐馆仅仅也只有卢纳一百人 后来大家就感觉到 这么多人没有工作 福建人当时在美国找工作很困难 对 非常困难 然后大家要求我们就说 成立个同乡会 让同乡会去推进这个工作 就是您帮您福建同胞去找工作 对 所以有着同乡会就是联络点 就是大家的联络 所以就成立个同乡会 就等于说是您成立了同乡会 把福建同胞给团结起来 对 团结起来 那总共是有五百多人的会员 那时候就92年成立的手机会长 由我担任 由您担任的手机会长 到了96年我就向美国申请 向加拿大申请 从美国移民到加拿大 那当时像是 就是说您已经帮助您的这个同胞 福建同胞谋了很多的福利 您当时肯定也是这个小有名气 怎么会想说放弃这一些来到加拿大发展 因为那时候在美国的自然各方面 非常没有加拿大安定 没有加拿大安定 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出国谋生 也求得安定跟安全 是不是在美国 那尤其是还不如说在加拿大这个人权方面有这么高 加拿大人权方面比美国好 福利方面也比美国好 那这方面呢就是说我自己想 虽然在美国担任了会长 而且呢 因为我也希望我们再向另外一个国家 加拿大在这里的发展的一种思维 所以说97年来加拿大移民 投资移民过来的 然后在加拿大的目前呢 就从2000年 包括我们看到我们这么多的法人 也这么多的社团 没有真正的福建总会 那总领馆当初呢 也对我的也就是说 你在美国有经验了 是不是在这边把这个会议团结起来 然后我接受大家的这个推荐 众望所归 又成新任会长了 所以在2000年 又成立了福建总会在加拿大 然后从2000年走到那个09年 十年时间我认为 我已经为社区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付出 同时呢我感觉到我的时间 可能也做太久了 可能我们付出的 做会长付出的 也许的经验也不够了 因为根性旺大 不断的发展 这时候已经 09年我们也残杂的国家已经出来了 在国外已经也是足够的一种 所以您就选择了这个激流勇退 对 所以我09年我自己向媒体宣布 我说自己要换届要退了 比如说到10年 所以您退了 09年退的是这个2000年 您当上会上的这个商会 10年我不见总部退完之后 然后10年我们注册了那个 华商联合会 然后华商联合会呢为什么注册呢 现在这个在10年的那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我们中国全国各地的 不断的移民跟留学都来到我们加拿大 尤其多伦多非常多 到10年呢已经就有70多80万了 我们华商联合会 10年注册完之后呢 一直是发展到15年 有20个团体 各省级的商会联合在一起 在10年呢 我们华商联合会主要就是 首届 企业家论坛 发展 不断的发展那个家中企业投资 与贸易 为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中国人来到加拿大投资 把加拿大的好的资源信息 发展到中国 这方面呢 就是我们华商联合会呢 一直发展的 从15年到现在 整整一年时间 目前华商联合会已经发展了 50几家联合团了 变成小团体了 对 前一周我们总领馆 也召开了团拜会 总领事也谈到 华商联合会 短短时间 能够发展到50几家的社团 是相当不容易 同时也谈到我们这次 李克强总理 访问加拿大 所以说华商联合会 发展的力度虽然很快 但是团结方面 还是继续坚长 尤其是我们福建社团 不够团结 而且团结的力度也不够 我们还是 我作为华主席会长来讲 我还是继续努力 为我们社区一定做好 那就是说 其实这也是您在 海外的一个资深老移民 对国家的一种 表达爱的方式 您来这边之后 帮助了很多的中国人 去找工作也怎么样 那在中间您觉得创立这件事情 最难的是什么 是团结在一起吗 还是 最关键就是我们 各个省的文化差异 必须要相互的沟通 相互的了解 相互的爱护 我们是中国人 一定要为我们中国人团结 为有外的在国外的发展 借助我们国家的长大 借助我们一带一路的发展 向全世界 已经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现在的中国论下 那当然 就像您说的 说是这个 在十年以前 甚至二十年以前 那您们最大的问题 可能是面临在这个 我们国家不够富强 那对中国人有一些偏见 那随着我们这个国家 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那我们中国人所受到的尊重 越来越高了 那么现在对您来说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还需要再去提高的是什么 现在主要的提高的挑战就是 我们在国外的华人社团 尤其一定要团结 第二就是每一个的行业 都要一定有抱团发展 第三就是 现在福建人在哪一些领域 发展的比较好 现在福建领域 目前就是 一 餐馆 现在福建餐馆在多伦多 已经占有35%以上 抽市在多伦多 几乎是80%以上 一场也是我们福建 占了20% 农场福建人也占了30% 所以根据我的企业的统计 大概福建人在这里 已经是占了优先地位 我希望我们福建人 在北美再接再厉 再接再厉 那就是说 其实您对这个 华商联合会发展 还有什么计划 您会放进一些 就是说 对留学生方面更多的关照 有这些计划吗 我们华商联合会 对海外这些的企业家 尤其商会 各省商会 首先 我们每年都召开了 重大的一个就是论坛 颁奖企业的形象 同时有一些的需要招工 需要我们发展一些高科技的 我们都会把信息传达给各个商会 同时也传达给我们的留学生 就是说也不仅仅是局限于 这个福建省这一方面 对 华商联合会是属于 全加拿大性的 所以因为不仅仅是福建 虽然是 我是代表福建 当年华商联合会 我就是首届这个当年 当然我也希望 全国各地的华人团结在一起 有说 就是说您现在所说的 这个加拿大华商联合会 是包括了全国各地的 来的这些移民 大家那是什么样的 可以才参与到这个里面中呢 什么样的人可以参与到 每一个省的 它本省的商会 它会能够带动它本省的 这些留学生 所谓的这些 五十几个团体里面 是按省来作为小单位 还是怎么样 我们这个华商联合是一个主体 每一个省当中 它自己都有个商会 也都有一个市级 也都有一个市级商会 这样联合起来是五十几个会 然后就是我们华商联合会 是首先主体就是位 每年重大会议召开 首先要平掌各省的企业家 班长 同时把新的信息 高科技行业传达给各省 又传达给留学生 传达给高科技联合 也就是说是面对这个全国性的 全加拿大里面的所有华人 展开召开的这么一个商会 那听了林先生 您这个资深移民的这个个人经历 我觉得还不过瘾 那我们下一期能不能再讲一讲 您自己个人的一些发展经历 分享给观众朋友们 因为我们 虽然是从85年底86初走出国门 到现在已经30年 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简单的概括 我们下次可以说细节 跟大家分享 真的是感触颇深 也受益匪浅 也祝愿我们这个华商联合会 发展得越来越好 谢谢林先生 谢谢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